好 八月的烤箱模式全面开启 在八月第一天上海高温设施40度 立刻发出两年来 没见到的高温红色预警 那么另外呢 这是上海最高级别的酷热警告 而持续一周都会是这么热的天气 上海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 持续不断的拼观光 它向外国游客招手 那么大陆邮轮的免签政策 推出了第一届的国际邮轮节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口岸 上岸的游轮客 可以立刻获得15天的免签 而上海所推出的呢 是买完立刻退税 9%的退税现金 即买即退之后 希望他们拿这笔钱 继续在消费 中国大陆上个月才刚告别 7月在湖南山西等地 大范围出现的洪水 转过头8月 却又进入高温蒸烤模式 不但全中国最热的 新疆吐鲁番火焰山 白天地表温度 竟然飙到摄氏75度 倒在铁盘上的水 没几秒钟就被蒸干 就连紧邻长江的上海 也出现40度高温 当地高架道路 都被热到凸起变形 上海动物园里的小猫熊 更是热到直接在冰块上打滚 当地周四下午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讯号 这是时隔两年 上海再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我在刷手机的时候 有看到过相关的报道 然后也确实这个气温最高的数 让我感到很惊讶 在复热带高压稳定 而且持续增强的情况下 这种爆热的天气形态 未来一周都将持续 包括台风也是深层比较少 所以像这种午后的雷乘雨天气 也是难以形成 现在从后面高温的蔓延情况来看 我们很有可能会要冲击 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前十了 为了缓解暑气 上海当局派出洒水雾炮车 以及自动刷地机等设备 来为地面降温 民众外出则是小电扇不离声 养伞防晒衣物全员出动 无法躲入室内的劳工 可以选择到部分地区设置的休息站 船口器享用免费的饮料和冰棒 有的建筑工地则是调整工作时间 与工作内容 避免工人在高温下曝晒中暑 在酷热天气下户外工作可以停止 但休闲娱乐却是更加畅旺 稍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的重庆 民众就涌入水上乐园 泡在水中解暑 园区甚至提供超级具有在地特色的消暑食物 那就是撒上大量辣椒粉的冰镇辣椒西瓜 不少游客乐得以毒攻毒 借辣椒的刺激冲走暑气 上海则借由自身拥有的游轮港 把握暑假旅游旺季的后半段 举办国际游轮节 持续近一整个月的连串活动 从周五起陆续揭幕 上海的游轮富航一年来 上海国际游轮港累计已经接待游客 超过60万人次 在上海游轮港出入境的游客中 75%是来自于外地或者是境外的游客 今年前六个月 上海游轮港接靠89艘次游轮 接待的游轮旅客也恢复到疫情前 2019年同期约七成 目前只要是从上海在内 13个游轮口岸入境中国的 两人以上外国团客 都可以获得15天免签证 这也让上海这个国际知名度高的城市 能够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旅游与消费 为了鼓励外国游客在旅行期间买买买 上海更积极提升离境退税的便利性 目前已经开放旅客在包括南京西路 恒隆广场与新业太股会等 五个集中退税点 享受购物当下就能取回商品 9%退税现金的爽快体验 这种不需要到机场离境前才能退税的作法 也鼓励游客拿着退税现金继续写拼 店家都十分乐见 在商场里逛街购物 可以免除上海高温天气的酷热 另一种避暑的旅游方式 则是在入夜之后到外滩观赏夜景 由于气象预警信号 以及电力负荷的管理要求 我身边的外滩北外滩核心区域的灯光照明 已经提前关闭 在高温下为了节省用电 外滩的景观灯光提前一小时关闭 但吹着凉爽晚风 游客们的夜生活还是可以越晚越精彩 TVBS新闻综合报道